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上分学员小桃 今天我想花一点时间 我们从通胀这个角度去触发 详细的去把整个故事线 包括很多的数据去理一下 因为其实像我们最近 如果去聊美元也好 聊美债市场也好 包括去聊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股市 其实最终都是和通胀有关 因为通胀影响到美联储的政策 美联储的政策会影响到美债收入率 会影响到美元 从而影响到美股 所以今天针对所有问题的根源通胀 我们把它稍微聊一下 从起因到结果到原因到数据 好吗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还是老规矩 希望各位CEO可以帮我这期视频点一个赞 因为你们每一个的慷慨点赞 都是我每天为大家做日更的动力 然后来聊一下通胀 我想帮大家把所有东西全部串在一起 包括起因 包括一些定义等等 我的这个视角并不一定全面 但是我今天思考了很久 我觉得我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因素 全部写下来 好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导致这一次通胀的起因 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两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疫情所导致的供应链也好 运输也好 成本上升 第二个原因就是财政刺激 也许我们有些观众可能认为 俄乌战争也对于这一次通胀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这边并没有把货币政策放进去 因为我并不认为货币政策 是导致这一次通胀 最大的一部分原因之一 一个例子是0809年之后 美联储进行QE 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通胀 好吗 如果我们认同这一次通胀的一个起因 是因为疫情供应链或者运输 然后加上财政刺激的话 现在这两个起因还存在吗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供应链这一块 这张图我们看到的是海印的集装箱价格 最新的这一组数据在1363美元 我这边的数据一直跟踪到2018年和19年 现在的这个点位 完全就是已经降到了19年的这个水平 而在疫情的时候 最高集装箱的这个价格超过了1万美金 是现在平均价格的8倍以上 包括从很多公司的财报 比如说像Lululemon 像Costco 他们基本上也确认了 因为疫情所导致的供应链的这个紊乱 现在基本已经过去 然后第二个起因 财政刺激 虽然现在和疫情当时去比的话 财政刺激已经少了很多 但是当时的一个财政刺激导致 几乎所有人的银行账户 多余的存款都上升到疫情之前的几倍 这个数据哪里来 美国银行的财报 所以21年和22年的财政刺激 对于通胀的影响现在有没有消失 其实并没有消失 因为还有很大一部分的财政刺激 现在仍然停留在消费者的银行账户里面 OK 聊完起因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通胀的一些趋势 通胀的话主要是分两块 第一块是商品 然后第二块的话是服务通胀 商品这一块的价格非常明显的下来 比如说二手车的价格 比如说新车的价格 为什么现在的通胀 同比这个角度 还是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服务通胀 5.7%的同比增速 而在服务通胀里面 又有几个项目非常的高 比如说像交通服务 同比增速现在在9.1% 在交通服务里面 又有一个汽车保费的增速 同比增速在19% 然后是房租 同比增速在7.2% 接下去我们还会看到 医疗保费 同比增速的话也会上涨 关于汽车保费这一块 的确我们现在几乎没有看到 任何通胀增速放回的一个信号 即使我们去看它的一个环比增速 但是从最近 progressive的一个财报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9月份和第三季度的 这个combine ratio 总的一个赔付率 已经开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 当保险公司总赔付率 开始出现下降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 对于明年这些需要去 再次续约他们保费的这些客户 他们的保费增速 就不会非常的高 所以我认为progressive的财报 绝对对于汽车保费这一块 它是有一个领先的指标 接下去我认为汽车保费 这块的增速将会开始放缓 然后第二块房租通胀 其实房租通胀 我大家看过很多ZERO上面的数据 我相信大家也应该可以理解 房租通胀这一块和现实之中的房租 有非常长的一个延后 但是我这边想再讲一下房价 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如果有人还认为 接下去房价会出现非常好的上涨幅度 我觉得大家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在当下这么高8%的一个 融资成本的一个情况下 谁会愿意去投资房地产 如果今天我是全款 我可以把这个全款 放在银行账户里面 一年可以给我5.5%的回报 所以如果我选择全款买房的话 房价在未来一年 增速就必须要高到6%以上 不然的话去掉所有的费用之后 我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存一年的定期 所以这是对于全款买房的人来说 如果说我通过贷款 通过加杠杆 那现在贷款的这个幅度在8% 我去算了一下 即使你加了一个杠杆 接下去下一年的房价 这个增速也要在6%以上 才make sense 你通过加杠杆的这个方式 去投资房地产 而且只可以给你一个break even 不赚不亏 所以当一个市场里面的投机者和投资者 都必须要离开的话 那这一个市场的涨幅是非常的有限 然后是医疗保费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医疗保费到底是如何算出来 我们起码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医疗保费 这边我们看到就是医疗保费的这个算法 简单来说医疗保费并不是从受保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 而是从保险公司的这个角度去出发 什么意思 并不是说今年我的保费是100美金 明年保费是105美金 所以保费通胀这块的增速是5% 完全不是 正确的一个算法是从保险公司的这个角度去出发 这边举了一个例子 我觉得非常好 第一点如果我们假设保险公司在第一年的话 它总共的一个保费收入是在10万美金 然后它总共的一个支出或者赔付是在94000美金 那等于它最后剩下了6000美金的这个盈利 所以这一年的盈利除上赔付的这一个比率 把6000去除以94000得到的就是0.06383 然后下一年总共的保费收入10万7000美金 总共的支出10万美金剩下的盈利是在7000美金 我们拿7000美金除以10万美金得到百分之0.07 这是它第二年的盈利除以总共支出的这一个比率 然后我们拿0.07去除以0.0638 就是它下面的这个算法 再减去一得到的是一个1.09666 百分之9.67的这一个比率就是通胀的增速 所以如果说这一年保险公司收尽保费完之后 他们并没有非常多的一些赔付 就导致他们的一个剩余或者他们的盈余非常的高 这一年比上上一年的通胀在保费增速这一块就会非常的高 那为什么一年的保费增速会是正的 而第二一年的保费增速又会是负的呢 这背后的一个理由其实非常简单 和我们前面讲汽车保费的这一个增速其实是一个概念 我们如果拿图里的这个例子去看的话 其实从第二年的这个角度去看 他们总共的剩余是在7000美金 对吗 总共的一个赔付是在10万美金 这一个剩余和赔付的这个比率在0.07 其实比起上一年的话是有一定的改善 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保险公司比起上一年的话 它是更赚钱了 又或者说保险公司在这一年的保费其实是收多了 所以其实和前面汽车保险的话是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今年保险公司非常的赚钱 那明年他们这个保费的增速就不会非常的高 所以到明年年底的时候 除非他们在赔付这一块真的是非常的好 导致他们明年更加的赚钱 不然的话保费增速如果不高 明年的赔付还是稳定在一定增速的话 使得他们明年赚钱的这一个能力 比起今年要差的话 那我们再去看明年的通胀 比起今年的话就会出现一个负增长 所以回到这边 我认为汽车保费这一块接下去 也许我们会看到通胀增速放缓的这个趋势 而房租这一块我认为会继续放缓 医疗保费这一块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基本上接下去的一年的这个增速 完全就定下来 等到下一次更新的时候 要等到下一年 并且加息对于医疗保费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真的没有人知道 保费增速这一块 主要是看保险公司的一个盈利 然后我们看一下就业市场 就业市场的话也有几个角度 第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角度 就是空缺职位 这张图我认为里面的三条线都非常重要 蓝色这条线就是就业市场的空缺职位 疫情前差不多在这样的一个水平 现在比起疫情之前还是高了不少 所以简单来说的话 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 只要想去找工作 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定可以找到工作 直到蓝色这条线 起码要回到非常接近于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然后我们再去讨论 有没有可能劳动力市场出现一个错配 比如说我想找的这些工种可能并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去看飞农 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弱 现在我们去看领救基金的这个总共的人数 好像也没有非常的弱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劳动力市场仍然有非常多一些空缺职位 真的想找工作的话 这一部分人即使失业了还是可以找到工作 然后另外两个指标 我认为也是非常的重要 并且已经显示回到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第一个指标 红色这条线 就业市场的离职率 在2.3% 完全符合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就业市场的离职率越低 就代表找工作越难 然后另外一条线 白色这条线 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 最新的这一组数据录得是在62.8% 而62.8% 已经是恢复到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在上一年的3月份 4月份的时候 我曾经一度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 不会再回到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因为疫情改变了很多人 对于就业的这个想法 当时美联储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他们认为 疫情使得很多人永远离开了劳动力市场 但是现在我发现当初的这个想法完全错误 根据我们现在所获得这些讯息 我们再去判断的话 为什么当时的时候 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非常的低 因为疫情的时候 财政刺激这一块实在体谅太大 导致很多人没有必要 根本就不需要再回到劳动力市场 而现在随着美联储的加息 我们会发现 原来不想工作的那些人 突然一下子又回到了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 突然一下子又回到了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所以根本就不是疫情使得人们不愿意工作 而是因为疫情导致很大体量的财政刺激 使得人们没有这个意愿去工作 所以某会发现 可能现在美联储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加息已经加了那么多 525个基点 整个经济好像没事一样 我个人的看法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联储的这个加息 最终对于实体经济所产生的这一个伤害 会有一定的延后作用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多余的存款实在是太多 劳动力市场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强劲 因为大家手里有多余的存款 根本就没有必要回到劳动力市场 一开始大家都不回到劳动力市场 造成劳动力市场非常的紧缩 人员非常的缺失 造成工资上涨 而现在我们看到 这一个多余存款开始慢慢的消失 人们开始慢慢的回到劳动力市场 工资的上涨 增速开始慢慢的放缓 所以这边有一点我没有聊的是工资上涨 美联储担心工资上涨 我一点都不担心 上一次CNBC采访 ADP的那个总经济学家 他给我们的一个讯息是 你还担心工资上涨 过去9个月 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最低工资 有任何的上涨 ADP他们的统计数据 每年统计的人数在3000万 比美国劳工局的这个统计 更加的全面 更加的准确 所以我们会发现 并不是加息加了那么多 好像没事一样 而是因为疫情的时候过度刺激 导致每个人的银行账户 都比以前要多很多 如果没有降到疫情之前的话 我为什么要回到劳动力市场 我认为加息对于经济的影响 被多余存款 又延后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最新的一个消息 美国银行的财报 他们的CEO告诉我们 终于即使现在的银行存款 还是多于疫情之前的水平 但是我们看到消费者的消费增速 现在已经开始放缓 从每年的9%至10% 已经放缓到每年4%至5% 而这个趋势是完全和 18年19年16年完全一样的增速 所以从概念上去看 美联储的加息本身 并不能去解决这一个根本问题 因为根本问题是来自于哪 来自于财政刺激 而财政刺激是一个从下到上的结果 而美联储现在正在用一个 从上到下的方法货币政策去解决 财政刺激所导致的通胀 最后关于通胀的问题 也许我相信有很多的观众认为 通胀还和全球的一个脱钩有关 但是我个人认为全球的脱钩 它比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并且我其实很难去量化全球的脱钩 对于通胀到底会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我在上一次有和大家分享过数据 我们就看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 其实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 除了被制裁的这些商品之外 中美之间的贸易 的确这一个贸易的额度下跌 在那些没有被制裁的这些商品里面 中美之间的贸易完全没有任何的下跌 而且从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说 今天如果这一部分商品被中国制裁 那我不从中国这边进口 我可以从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那边去进口 也许这个劳动成本并没有像中国那么低 但是比起美国本土生产的话 还是低了非常的多 所以对于通胀来说 真的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我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起码这是一个你没有办法 直接去量化的一个原因 然后有一点大家可能忘了 在没有疫情之前的话 大家都在讨论 因为人口的结构导致通缩 难道现在因为疫情之后 人口的结构突然之间发生改变了吗 的确疫情的时候导致很大一批的老龄人过失 但是整个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并没有改变 最后聊一下GDP的增速 相信有一部分观众可能担心GDP的增速 长期保持在一个高位 然后使得美联储这个政策 长期保持在一个高位 但其实去看GDP 还有另外一个视角 也是很多经济学家经常会看的一个视角 就是生产效率乘以工作时间 等于生产总值 这张图是生产效率 最新的一组数据是在3.52季度的这个数据 现在的确是在疫情之前的 这一个相对的高位 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 生产效率比以前更高 或者这个趋势在持续上升的一个阶段 一般能够影响到生产效率的一些因素 包括比如说基建上面的一些建造 包括科技上面的一些进步 包括在资本性的一些支出或者AI 所以除非我们觉得 因为在疫情的这一段时间 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改变 导致长期来说 这一个生产效率会增加 不然的话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 这个生产效率会比疫情之前要高 前面我们看到生产效率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工作时长 现在最新录的数据是在33.8 在疫情之前的高位 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 从2021年以来的趋势非常的明显 工作时长一直在减少 所以除非我们有任何的证据证明 工作的时长在增加 同时工作的效率并没有减少 或者工作的效率增加 工作的时长并没有减少 这样的话才会导致总共的GDP会增加 不然的话 我们凭什么认为 未来的GDP增速会比疫情之前要高 所以我想通过今天这些内容 帮大家把通胀整体的一个故事线 或者一个逻辑线全部去整理一遍 包括我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加息已经加烂那么多 现在好像没事一样 所以我个人认为 接下去通胀的这个增速会继续放缓 但是通胀的一个风险在哪 我认为通胀的一个风险是 20年和21年的这一部分财政刺激 现在其实还没有被消耗完 而这一部分多余存款 可能就像一片野草一样 如果稍微有一个火苗子 又可能引起一片大火 今天讲了那么多 当然不可以少了固定环节 富途默默正式进入加拿大市场 为我们提供全天16小时的交易时间 每股交易的超低费率 现在只需开户 且入金500就可以获得30加币的现金券 针对各位美国的观众 只需在11月20之前 首次入金达到5000美金 就可以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加上一股特斯拉或者谷歌的免费增股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的留言里面 找到开户的连接 好吗 今天这期内容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留下你们慷慨的赞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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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